红红四叉猫再出手 这回拿出民众党立委 麦玉珍的硕士论文 来跑个比对程式 发现他的研究论文 某些段落把别人的研究方法 和结果整页复制贴过来 画面的左边 麦玉珍的研究论文 黄色的部分 和右边蓝色的部分 高度重叠 只不过把别人的七点结论 浓缩成五点 很感谢就是我的贵人 就是把我的论文 就是提出来 所以我的论文 是我的生命故事 如何抄袭 麦玉珍否认抄袭 但他先前还被发现 加入统促党的脸书社团 新著名立法提案 又被质疑 偷渡降低中配的陆景年线 民众党怒呛抹红 国民党台北市议员 钟小平却再加码 来个红统认证 他跟越南反而不熟 反而参加很多统促党的活动 参加什么熟知啊 委员啊 我觉得很红统 争议还在烧 麦玉珍下午再出包 传出民众党提案的 新著名权益保障法草案 却传成国民党版本 尽管他立刻从群主收回 但已经被截图在网路流传 有网友做梗图讽刺 小蓝抄答案 连名字都照抄 办公室赶紧道歉 说是助理制作文档有误 也非正式版本 好来 所有人看我麻烦一下 麦玉珍二月就职 身穿越南国服 成了立愿话题 没想到近来却因为 活龙果红统修法论文 争议不断 没说到 MOD自选频道餐 请记得订阅并锁定 民事新闻台